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殷君尔玉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75集 套了康伟半天话 软硬兼施 康伟就是不说 冷不防正煮回来 还一下子就承认了 关惠娥在厨房愣了好一会儿 回过神来 煮饭的曾嫂已经在洗山药里 她好想说 不许洗 我才不会吃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 不行不行 这种话太难听 周成听着该多难受 关惠娥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 在客厅里 周成还在说康伟是笨蛋 把东西扔不对门口就走 她今天拆开包裹都坏了一些山药 康伟一脸惋惜 也觉得自己浪费了未来嫂子的心意 关惠娥觉得自己脑袋疼 这两人哪个是缺几根山药吃的 谁送的山药就能这么珍贵 周成 你刚才说的话妈没听清楚 山药是谁送的 周成转过头来看着她妈妈 这次她表情特别认真 人也格外精神 关惠娥觉得儿子的眼睛里有星星在闪 那种喜悦是从周成的内心散发的 您儿媳妇我对象送的 什么儿媳妇 她对那个外地的乡下女孩 一点都不了解 我还以为她们是瞎说的 没想到真有这么一个女孩 程子 你给妈妈好好讲一讲 我在你夜奶奶面前被问得哑口无言 人人都知道你谈了个对象 就我这个当妈的 反而不知道 周成看了眼康伟 后者差点竖起双手投降 是小光说的 是邵光荣那个大嘴巴呀 难怪妈说人人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 周成不认为夏小兰应该被藏起来 也就是夏小兰现在人在商都 否则周成早带回家见家长 早点把结婚的事提上日程 周成才放心呐 妈 瞧您说的 一个大活人还能有假不成 您未来的儿媳妇叫小兰 姓夏 是玉南省安庆县的人 我和康伟去护士的时候认识的 后来又接触过其次 我觉得吧 她和我特别合适 就处上对象了 等今年七月过了 您就能见到她 妈 您放心 她人特别好 保证您会喜欢她 夏小兰 玉南省安庆县的 关惠娥其实并不确定 人是玉南省的 不过周成她爸那样猜测 关惠娥才拿来诈康尾 没想到周成承认得特别利索 莫名其妙的 关惠娥心里的火气没那么大 她甚至坐到了沙发上 周成很懂说话的技巧 还没满十九岁呢 今年七月份参加高考 现在是高三学生 父母也都是安庆县下面 村子里的农民 念书成绩特别好 我让她报考了京城的大学 所以说等七月份过了 您就能见到儿媳妇了 学生 还是农村户口啊 关惠娥心里 说不出的不舒服 可听上去 最糟糕的 还真就是那农村户口 夏小兰的家庭背景 和关惠娥设想了 无数次的未来儿媳妇 一点都不沾边 周成不说找个高官显贵 门当户对家的姑娘 书香是家 背景清白的闺女 关惠娥也能接受啊 别人的儿子要靠联姻 她儿子能靠自己本事吃饭 但也不能差到 是农村户口的丫头啊 关惠娥不是对农民的女儿 有偏见 周成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不仅是周成的需要 还是周家的需求 她未来的妻子 总要能拿得出手吧 总要能代表周家 进行人际交往吧 不说帮助周成的事业 总要能给周成 打理好大后方 让周成不用既担心外面 还惦记着家里 说句不好听的 像周家这样的家庭 尽管周成十几岁就参军 没上大学 她会比那些大学生笨吗 大学生里 难免会有书呆子 周成就不是书呆子 她从小接受的教育 她听到见到的 和一般二十岁的年轻人 能一样吗 这就是周成 和那个乡下女孩的差距 两个人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关惠娥揉着太阳穴 周成 你处个对象 妈妈没意见 但是妈妈希望你记住 她不能是你结婚的对象 康伟把自己缩成一团 尽量减小 自己在光惠娥面前的存在感 她就知道 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周家咋可能同意 成子哥和夏小兰在一起 周成还只说了 夏小兰在念高三 没有说 她是刚差班念的高中 也没说 夏小兰和家里面闹翻天 父母离异等等情况 光阿姨要是知道 周家的客厅都要炸掉 还吃啥山药啊 拎起那山药 不是打死周成 就是打死她姓康的 康伟扁扁嘴 有点委屈 多半是要打死我了 成子哥是有前途的 留着有大用 周成 好像第一次认识她妈妈 一脸新奇 妈 这种话您也说得出来啊 主席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都是耍流氓 流氓罪是要判刑的 您真的是想害了我 把康伟捡回来当您儿子啊 康伟想哭 哥 这不关我的事啊 关惠娥惊得 话都忘了咋说 你 你对人家姑娘耍流氓了 完了完了完了 年轻人血血方刚的 周成这要是一时冲动 做了个啥 那农村姑娘肯定是要缠上来的呀 关惠娥只觉心灰意冷 周成看着她妈妈那神色 她还不了解自己妈妈 根本当不了心狠手辣的恶婆婆 周成要是敢顺势承认 妈妈肯定无计可施 我倒是想耍流氓 不过你儿媳妇是个正经人 我怕吓着她 周成杂巴了一下嘴巴 语气中十分遗憾 顺势承认 对她来说少了挺多唠叨 可对夏小兰来说 以后在婆婆面前会抬不起头 天下当妈的想法都差不多 自己儿子不会错 错的都是勾引她的狐狸精 何况她和媳妇确实啥也没发生 亲个小嘴都没唠叨 关惠娥松了口气啊 周成是不屑于说谎的 那就是清清白白的 她还担心个啥呀 我不和你贫 你也知道 妈妈从不开玩笑 处对象行 结婚不行 你要是不想伤害人家姑娘 就早点跟她说清楚 两个人有尺度的交往是没问题的 但是要进周家的门 周家的门槛不是很高 但她却是差太多了 周成不愿和母亲争辩 小兰好不好 等将来见到真人就知道了 她忍了忍 没反问她妈妈 您不是开玩笑的人 难道我就是开玩笑 真是的 还嫌弃她媳妇 卖不过周家的门槛 小兰明明有双大长腿 关女士嫌弃小兰 却不知道 她儿子总担心 自己被未来媳妇抛弃 算了 这种掏心蛾子的话 就不拿出来说了 说了我妈会更生气 这个话题姑且不提 周成只有半天假 关惠娥打电话 把丈夫也叫回家吃晚饭 曾嫂给周家做了很多年的饭 周家人的口味都清楚 山药用木耳轻炒了一份 又切断蒸了一盘 曾嫂给山药配了一碟白糖 周成的心就像猫抓一样 特别想用山药蘸白糖吃 嗯 这山药挺甜的 周成他爸根本连问都没问周成 处对象的事 关惠娥气性大 愣是一口山药都没碰过 不吃不吃都拿走 什么未来儿媳妇 种山药的未来儿媳 我不要 感谢观看